苏文盛行修博的第一名 真正好 好 你们好吗 好 五百人 阿们 阿们 五百人这个墙地要打成打成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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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 要有一定的目标 有这个一项好不好 的确 的确 就如同弟兄们所说的 我们每次来集会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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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语啊 嗯 一起来读 殷勤火热 常常服侍主 殷勤火热 服侍主 其实这就是今天我的讲题 主题 可是我的主题不是殷勤火热服侍主 我的主题是什么 来 我来看一看 终于指手 是不是殷勤火热服侍主 所以我的小标题就是 忠心敬直一丝不苟 我说什么叫一丝不苟 什么意思啊 就是认真的 不是麻麻糊糊的 不是 你知道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的反应 要是什么 芹菜咯 随便咯 是不是啊 我们经常很多时候我们华人 经常有一个就是 习惯性的回应反应就是 要喝什么 水片 又是什么 水片 要做什么 水片 传福音 水片 水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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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也不是顺便啊 顺便 明白还是吗 所以做神的工作 真的要是忠于指手 认真的来做 准备好自己来做 所以教会的那些什么 那些那些那些课程啊等等 啊那个什么 那个在茶馆那个葡萄会等等啊 是不是啊 那都是认真的来做 那都是我们大家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不是去那杯喝一杯茶 是那边 是为了灵魂得救 到那边 好好地为主而做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也是顺着这个 一群火热事共主 这个主题来说一说 而这一节经文 提供在后书四章五节 是保罗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保罗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我先说一段难听的话 华人有一句话说 人之将死 后面怎么说 其言也散 我们这边的文件都还不错 人之将死 其言也散 是不是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一个人 他快要去世的时候 他临终的时候 他所说的话 是不是你要有心听的 他所说的话 是不是很重要的话 换句话说 怎么把它想象成一个比较 比较极端的例子 若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而那一口气 我只能够说这一句话 对不对 一口气能说多长 是不是啊 我是不是挑选择那最重要的一句话来跟你说 如果说完我就没机会了 如果说完我就没机会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其实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差不多是最后一口气写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背景 下一个 这个背景 保罗是跟他的门头提摩太说话 提摩太是保罗宣教的同工和伙伴 整个行程走不下来 成为了保罗 跟保罗关系非常密切 如同父子一般的关系 所以保罗在学习提摩太的书 是你经常提到这一句话 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所以你首先认识到提摩太 丁摩地跟保罗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 如同爸爸跟儿子一般在说话 而这一段话 提摩太后书是最后一段话 爸爸快要离世的时候 跟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所说的话 是多么的语意深长的一个话 背景是这样的 下一个背景 保罗我们都知道他被囚在这个罗马 保罗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就被抓了 经过一段日子他上诉 上诉什么意思啊 就是abill to high court abill to high court就带到罗马去了 所以我们一般神学历史学家认为 六二到六三六四年左右 他第一次abill to the high court 向高等法庭上诉 结果呢就被解压 关到罗马里头了 大概是六二到六三六四年左右 在这一段期间他写下了哥罗西书 六四四到六七年左右 这一段期间他得到了这一段空间 有一小段自由 他马上做了什么呢 他马上就走访了他以前所建立的教会 拜访他以前这些他亲爱的门徒们 他亲爱的阳琴们 他亲爱的这些儿子们 这段时间呢 从访各教会的期间呢 他就做了提摩泰前书和提多书 又回到罗马又再次被求 以直到他被处使殉道 这是最后提摩泰后书 你明白了吗 所以提摩泰后书 是不是他最后一段话呢 是最后一段话 这整个过程 我们从一个地理位置来理解 你大快看到他的前因后果 下一个 这个是地图海的地图 所以保罗从罗马回头 你看到那个 那个Google location呢 你看到吗 罗马在那边 然后这个 他就走访了这边 来我们按一下 等一下放大 要不让我这个老毛也看不清楚 你按一下 按下一个就可以了 下一个 看到吗 所以你看 他从罗马 看到罗马吗 罗马在那边 好 他就留下了提摩泰继续的在那边跟他们说话 他就继续的往北走 来到克罗亚 来到菲尼底 来到铁撒罗尼加 按下 来到铁撒罗尼加 留着提摩泰在后边 他就写下了提摩泰前书 继继继继继继续的往南下来到了隔离底 按下 留下了跟他同行的提多 然后继续的往北上来到尼戈玻璃 按下 留下了提多之后就写下了提多书 所以你小心哦 你跟保罗一起同行 他很 他很习惯的把你留下 没有啦 这是他的爱心 明白吗 他有很多事要做 他有很多战要去 是不是啊 好弟兄 你留下来 这个是跟你跟他说 我继续前进 他一边走一边想 一边走一边想到那边 不要 他有很多事没说完 赶快写一封信告诉你 明白吗 所以他就这个一个爱心 好 来 从尼根玻璃 他又回到了这个特罗亚 又回到了这个米利都 再从米利都回到罗马去 按下 从罗马 他再次的被捉 被求 他就知道 他快要离世了 就写下了提摩泰后书 给他亲爱的儿子 提摩泰 这么看 明白吗 所以提摩泰后书 是不是很重的一本书 果然是 就类似 你知道摩西快要离世的时候 他写下了什么 生命记忆 创出利民生 记得吗 摩西五经 最后一本书 生命记 也是摩西离开 离世之前 写下的一段话 祖父 大致上 祖父 以色列人 你们要进入加南地 更细致的 祖父 越书亚 你带领大家 进到那边的时候 该怎么做 该怎么活 该怎么的带领 所以生命记 是摩西灵中的那段话 是异常重要的 是同样的 也是以重心场 同样的 也是带着一份爱心 我看不到 可是我就要你们看到 你们的成就 你们的成功 比我更大 一样的 类似的 保罗在这边 他知道了 他说了这一句话 下一个 我快要被交电了 这个是化交底下的保罗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人知道好不好 他说了这一句话 至于我 我已经被交电 于是的时候 到了 各位 至于我 我已经被交电 保罗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完全摆伤 我完全摆伤 我交给神 神要我去 神要娶我回家 我走 至于我 我已经被交电 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句话 你不要吵 你不要跟人家说 我已经被交电了 除非神明确的告诉你 好不好 他说 我离世的时候快到 我离世的时候快到 我介绍了 他跟你说的 是不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句话 你知道吗 你看豪莱坞电影 一般那些英雄 快要牺牲死的时候 他马上说一句话 跟我老婆说我爱他 是不是啊 你没有看那个什么太空电影 他知道他快要死了 老婆在那个屏幕上 你要说话 只说一句话 老婆我爱你 然后就 没有 是不是最后最重要的话 然后 要不然就写了一封信 交给某某人 我要去牺牲 成人了 这个就交给我的亲人了 然后这个故事结束 这个死了 最后结束之前 这个老婆在那边 痛哭流泪 都在那里 是不是啊 这都是很老套的东西 是不是啊 可是 你告诉一个不老套的真理 那就是什么 人自样式 他所说出来的 坏 的确就是什么 的确就是 自真 自意 自情 自信 的坏 很多时候你知道 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不好好说 死到灵猴的时候 才要来说 很糟糕的 你知道吗 我都说了 你有没有跟你爸爸妈妈说 你爱他 如果你爸爸妈妈做点谈 给他或是你跟他说 爸爸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有没有 我当时有没有 没有啊 爸爸妈妈会在身边了 回去跟他说 你明白事吗 不要等太迟了 没机会了 那你就糟糕了 你爸爸妈妈在结论 在别扭 你也要说 我都说了 我跟我妈妈说的时候 他也会有发烧了 各位 不要等到最后才说 可是 保罗 他知道 他到了最后 不是说保罗之前没有说 保罗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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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份负担 这份爱心 他到最后了 他还是要说 所以 不如他不说 各位 好好地回去理解 读一读 保罗的心声 保罗的爱 你会帮我做好 其中这一句话 我们就要来留言 就是 这就是提醒我们 殷勤活儿 服侍主了 对了 顺道问题 请不要说 请不要说 德皇牧师说 保罗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说 这是破家底下的保罗 保罗长得怎么样 没有人懂 圣经也没有描写 保罗我是什么样子 他们是透过其他的诸师马迹 相信保罗 他们认为保罗是秃头的佛大了 其实他长相并不是所谓的韩兴那种 高大威能应尽教杀那种 不是 可是也透过他的话语 你可以看到 他的外貌未必惊人 可是我告诉你 他所说 他所传的真理 却是什么 到今天 到年了 你还在读 这就是保罗 所以人长得怎么样 不重要 人活出怎么样 才是最重要 所以各位 保罗在临终前 就是提醒我们 要活出什么样式来 来 对你的灵机说 你要活出什么样式 你问你们看 所以保罗说 下一个 保罗其中说的这一句话 就是我们今天重点 你 需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请大家朋友留意 不要误会那两个字 功夫就是 天天来的餐厅 书夫夫 M&A之类的 这些物色也是 做传道的功夫 等于是做传道的工作 好不好 再来一起读 一二三 请 你需要凡事谨慎 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最后次再读一一次 这次宣告式的来读 把那一个那里读成 我 一起来 一二三 请 我却要发誓的精神 而受我们的传道工作 敬我们的职份 阿们 敬我们的职份 不是敬职份旁边的时候 敬你的职份 OK 敬我们各自的职份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地来领域这一句话 其实这一句话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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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 殷勤 我肉服侍 下一个 从这边我们梳理出来 他叫我们做三项东西 反过来说 第一 做传道的功夫 第二 你在做的过程 你要忍受苦难 第三 你在忍受苦难 在做的过程 你更要小心在意地来做 不是乱乱做 不是麻麻乎乎的做 是认真谨慎的来做 我们先说做传道的工作 下一个 传道的工作 保罗在这之前 他说不要传道 就是你一定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你不要管它 是时候还不是时候 随时 随时 随刻 随地 做好准备传道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既警戒人 欠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愿烦 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谊 增添好 随师父 并且愿而不听 增道 偏向荒谬的原理 这句话 今天再真实不过 以前讲这句话的时候 有好许多异端出现了 尤其是那种叫做 诺斯底主义的异端 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异端 表面上听起来 似乎是基督教 可是暗地里头 传的其实别样的福音 歪曲的真理 宝罗当时警告 提摩太人就是 小心 这些已经冒起来了 今天这句话 更加更加更加提醒我们 你随便上网 YouTube什么都好 你随便按一个 Gospel message 哇 好多信息 能够 全部冒出来 你爱怎么听 你爱怎么看 你爱选哪一个最符合你的都可以 是不是 可是这背后有一个危险 这背后有一个危险 有一个危险 那就是什么 你不知道你在听什么 各位 很多时候这些讲言真的 的确是很有那个 讲到口才的才华 刷到那个 怎么刷 就是非常非常好听 非常非常重听 非常非常打动你 哇感动到痛哭流泪之类的东西 我先跟你说 我不排除 当中有许多是正确的好讲言 我们不排除吧 不要硬着我一句话打倒 全部打翻这些人不是 我要说 第一 这当中有好多都是非常棒 非常正确 非常好的讲言 是值得听 学值得看 可是你知道 背后怎么样的 有许多 甚至有更多 是错误荒谬的 隐藏的 包装在这背后的 影响你 在误导你的这些信息在背后 所以宝宝就提醒提摩泰 这个你要小心 同时 你要装备好 站出来 传道 无论得失不得失 所以各位 你和我的第一个责任 就是装备好自己 活出来 站出来 传道不是走在街上 来个人你要信主啊 来个人你要信耶稣基督吗 来个人你不信耶稣基督 下面这类的东西 不告诉你 你回来肯定是两巴掌 免黑心等等 你不需要这么做 当然神感动你 过去跟他传福你就去吧 好不好 这个我们不排除 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们每时每刻 在家里 在学院里 在学校里 在工作场合等等 我们有没有活出那基督的样式来 那才是传福音 阿们 就如同刚才弟兄所做的简单的一个见证 你跟世界的那一套完全分别 你跟世界的那一套完完全全的这个区别 让世界从那边看到你的时候 你不一样 你不一样并不是因为你为了不一样的不一样 你是为了基督而不一样 阿们 阿们 你不是标新利益 我就是跟你不一样的 你的头发绿色 我的头发绿色 不是 对不起 你不要拿头发绿色 明白什么 不是说我们要标新利益的不一样 是我们选择站在神这一边的不一样 阿们 站在神这一边的不一样 是一种 是一种 生命的散发 是一种真情的牛肉 是一种 你整个血液 你整个DNA 都是散出去的是什么 基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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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告诉你 人是会被爱所吸引的 很简单的 你去买东西吃 一二三摊 其中两个没什么爱心的 这一个超有爱心的 你去哪一个 是不是 所以各位 你卖东西都好 拿出爱心的来买 肯定很多人来排队的 是不是 做什么事都好 拿出我们的爱心来做 如同为主 这就是传福一 所以他最后一句话 无论得识或不得识 各位 传福音 不是礼拜天来到教会坐在这边传 明白吗 你不要说礼拜天到教会 那这个得识 其他这个不得识 错 传福音 是每时 每刻 无时 无刻 无处 不在 何时 何时 何地 你都 在穿 所以你不要只是礼拜天就活出那基督徒的样式 走不出去 你就放下这个倒黑原型 那就很糟糕了 那说穿的是一种虚伪 那说穿的是耶稣基督经常骂的那句话 甲 甲 甲 为 散 所以各位 若你和我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活得很辛苦 因为你有时候有忘了 你带什么便宜 即使都活得很辛苦 明白是吗 所以记得宝洛这一句话 不要传道 无论得识 不得识 这就是殷勤的另一步 活出来 下一个 做传道的功夫 同时 无论得识 不得识的同时 我们要秉持着一种信念 宣传福音 不以为耻 所以宝洛在之前 罗马书里头提到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 大 要救一切 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西利尼人 西利尼人指的就是外邦人 这么看 福音先来到了犹太 再从这里头传到 全世界的外邦人当中 传到你和我的生命里头来 所以不要以福音为耻 人家问你 是不是基督徒 不要拍些 感到羞耻 不敢承认 挺直胸膛 挡起胸 跟他说 是的 我就是基督徒 没办法是吗 人家问你 基督徒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不要感到羞耻 直接的回答说 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 我们的圣经 我们的基督教教导我们 什么什么什么 直接说出来 我遇到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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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ing crew叫什么 就是在 在 在这个飞机里头 服务的 这个叫什么 Caving crew叫什么 空少 空姐 我就遇到一个空姐 他有一天 其实 是我 以前的一个学生 他毕业后当空姐去 他有一天遇到我 他说 不懂为什么 我们在这个 这个服务机舱的时候 有一条 有一条规则 他说 若我们遇到 犹太人的时候 因为他是服务这些 Visus class Visus class 他有很多很多 细节 他们要 背 所以不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一条 当 若我们遇到犹太人 第一 当然他们不可以 吃猪肉 这个我可以理解 可是为什么 肉和牛奶 不可以参在一起 可是不知道 为什么 肉和牛奶 不可以参在一起 Serve 我就拿出圣经 跟他说 生命迹 记得吗 不要 跟那个牡羊 小羊 跟牡羊的奶 一起煮来 记得那句话吗 其实他教导大家 一个什么 尊重生命 教导大家一个怜悯 教导大家 取食物 你要取之有道 取之凭着神的义 来进食 不是赶进杀绝 这样来乱乱吃 明白了吗 我就拿出圣经 跟他说 你知道圣经 就是这个规则 而这个规则 就是犹太人 就业圣经 你懂的吗 他张大的眼睛 看着我 哇 圣经 还有这么一条 我说你要不要 好好去读一读 不但还有这一条 还有好多条 教导你如何做人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传福音 不以福音为耻 阿们 所以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好好的来接受 教会所安排的 所主办的 那些装备课程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来参加 这就是教导 他告诉你 如何传 如何活 如何传 如何不以福音为耻 第二个 我们在如此 活出福音的大能的时候 我们是跟世界 什么相辈的 或者说 说的最直接 也是敌对的 世界是抵挡我们的 我们一定会受到苦难 所以呢 但是在题目 在后书前面 我提到 你要和我 同受苦难 好像基督耶稣的 敬佩 他接下来就说 所以我为选民 凡事忍耐 叫他们 也可以得到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什么意思 直接的说 就是老人就知道 我传福音 世界会违反 世界会抵挡我 可是我为了 耶稣基督的爱我 我同样的来 我同样的来活出这份爱 我同样的为着 我的同胞 世界的人 因着要得到 这份美好的 救恩的祝福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必须这么做 就算我会 遭遇苦难 各位 传福音 会遭遇 敌打 传福音 会遭遇 拦阻 传福音 会遭遇 所谓的 磨 难 可是 神首先 警告我们 可是 神并没有 告诉你 因着这苦难 你要放弃 阿们 神反而告诉你 是的 有苦难 我警告你 可是我 告诉你 你还是 必须要做 神更应许我们 我们这么做 祂 祂与我们 同在 如云展翅 阿们 下一个 所以呢 凡事忍耐 是做一个 基督的精兵 为的是 为福音 干受 后书一章八节 你不要以我 你不要以 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耻 也不要以 我这 为主 被求的 为耻 总要按 神的能力 以我为福音 同 各 同 各位 活出基督 行出耶稣基督 就是 传福音 当我们 如此做的时候 我们是要 摆上 我们 必须是要 附上 带脚 就如同 当年的耶稣基督 祂附上了 那最高的带脚 背上了十字架 来到 那山上 被钉死 今天 我们附上 一层一层的代价 就如同 一层一层的 被钉死 这一层一层的 钉死 是我们的 最深老人 被钉死 一层的 老我被钉死 等于是 加一层的 基督耶稣 在你身上 一层救生 老我的 退气 死气 解气 等于是 一层 耶稣基督的 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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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老我 透过你一层一层的 摆上 而死去 你的新造的我 基督耶稣 就在你里面 而活 一层一层一层的 加天 使你 继续的 荣上 加荣 脸上 能够发出 基督的 光来 阿们 这是不是最美 最美的 神的印象 所以各位 不以福音为止 活出基督 会受苦难 可是 我们 不要因这苦难 而后退 我们反要因这苦难 而前进 不要因这那五百 这个数字 好像 天文数字 不是的 在神的眼中 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 神可以随时随刻 都能够成就这件事 阿们吗 可是神 更 欢喜的是 你们 我们大家 和他一起同工 把这五百人 带进 他的圣殿里头来 阿们 这就是我们 附上这份代价 最终最终最终 将会看到的 最美好的印象 下一个 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神说 传福音 我们要传 做基督的经典 神也能警告我们 我们做基督经典 在传的过程 我们会遇到拦阻 会遇到苦难 神提醒我们 鼓励我们 具实的来做 具实的在基督里头 凡事都能够 可是在这凡事都能够的 当而我们最后会提醒 小心 其中有一条 我们要谨慎的 就是不要谈 你知道我们在做的整个过程 神会加添给我们 神会祝福给我们 神会给我们 带来更大更多 更大更多 这个时刻 若我们不小心 掉进骄傲的网罗 借着而来的攻击 借着而来的软弱 借着而来的隐诱 很可能就是 这一个贪罕 所以 基督耶稣在路加福音就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大吩咐 所以不在乎你家财万贯 只在乎我们在基督里头的 丰盛美满 不在乎我们外在的拥有 只在乎我们内在里头 完全被基督所拥有 不在乎 不必要向外人宣耀 我外在有多少多少多少的财富 乃是这样 乃在乎向外人宣扬 我里头 有多少基督的祝福 我已经得到 因此我千费 我为你 阿们吗 你知道 成就 荣耀 是一层一层的价钱 价钱给我们 神 看你我配的 价钱给我们 神 神我们的阿阿妇父就知道 祂会把最好的给我们 祂之所以不给我们 就是知道 若我给你 会是祝福你 是害你 因此祂收回 到那天我们成熟 祂证明我们能够领受 这许多 还是谦卑的 还是不骄傲的 祂会继续的加添给我们 祂就知道 你懂得使用 你懂得 好好地使用这个 为主 所以我们除了要谨慎的 提防 那 骄傲贪婪之外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 我们要小心 这个 小心谨慎 提防的 就是什么 选择 饶恕 不要和我们的冒败 咱们就举个简单的理事 简单的理事 简单的理事 五百个人 现在是三百 两百 对 现在 我们这一帮人挤在一起 所以说 简单说 不是挤在一起 就是 住在一起 就是在神的家里头 人跟人在一起 多多少少都会有摩擦 都会有火花 是不是啊 再多一点人的话 五百个人的sex后 是不是更多的火花 是不是更精彩啊 对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句话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要欠借他 他若奥悔 就饶恕他 倘若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转说 我奥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各位 请不要乱解圣经说 一天七次 你得罪我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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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书你啊 你再来一次 我就有圣经说 我不需要老书你啊 这是错解圣经好不好 这七次是什么意思啊 完全的意思 七就犹太人的文化来说 是完整完全的意思 等于说什么 不是七次 就是他再怎么样都好 奥悔饶恕 认罪奥悔饶恕 完全完整 不要记仇 不要记恨 看到那个握手的 两只手握在一起的那个信啊 各位 选择老书 不要有任何的冒犯 选择老书 不要有任何的冒犯 一起来说 选择老书 不要有任何的冒犯 选择老书 不要有任何的冒犯 冒犯这两个字 指的是双向的 我不需要 我不必要去冒犯别人 别人 也不需要来冒犯我 别人不需要冒犯我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别人无意有意说错了一句话 我不要觉得被冒犯 明白还是吗 你排队买鸡饭 排到你没有的时候 排到你老板说 卖完了 生气 生气 但是被冒犯 明白啊 我告诉你 排到你的时候 老板说卖完了 你就 要走开了 因为神不赢其我 是这里的 这一个击犯今天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是吗 我告诉你 这是祝福啊 你知道 你现在没有 没有那个 失照车 grab的时候 你在那边等taxi 等了半天 前面来的一辆 杀出了一个人 在你前面 把taxi给抢走了 你是不是被冒犯啊 生气吗 追上那个taxi跟他吵 不需要啊 何必呢 再等下一辆 就这么简单啊 是不是啊 你要等的话 明白还是吗 谁叫你不提早出门啊 说穿了 所以各位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被冒犯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今天下午 有夫妻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分享 其中我们要说的就是 不要认证你老公 不要认证你老婆 哪一句话 被冒犯 一事就 冷战 有没有冷战的 对 有啊 有啊 特别误导 明白了是吗 不需要被冒犯 一起来说 不需要被冒犯 不需要被冒犯 我告诉你 若你觉得被冒犯的时候 想一想耶稣基督的例子 耶稣基督活在世上的时候 多少人 用冒犯这个字的话 简直是温柔了 是不是啊 多少人冒犯他 多少人 多少人 攻击冒犯他 多少人 甚至于把他钉死 冒犯他 他说什么 他在极端痛苦的十字架上 他还说 阿们 你都能够说赦免他吗 难道你这个一天七世 你就不能够赦免呢 所以各位 你在觉得 怨不下这口气的时候 闭上眼睛想一想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极端痛苦 他都说 饶恕我 这一个 算得了什么 明白吗 所以鼓励在做的各位 不要被麻烦 你看耶稣基督的例子 他在什么场合生气了吗 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来到圣殿的时候 里头好多这些 这些抹发麻烦 卖东西的 明白是吗 他就 就是变相的 借圣殿的名义 做买卖赚钱 他就把这些全部都一发给赶出去 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记录 发露的 这是一幕 其他的 他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的 不需要被麻烦 各位 不需要被麻烦 回头 我刚才跟你说 若我们 还没达标 还不成熟 神 不会加天给你 同意吗 跟我们的 在世上的阿阿富是一样的 若我的孩子 比方说我是一个千万富翁 比方说 比方说 好不好 我的儿子 我有好几个儿子 比方说 好不好 骑着一个儿子 来跟我要钱 爸 给我几百万 我要去做生意 我爱我的儿子 可是我就知道这个儿子不行 他还不成熟 给他两百万 他每到两个礼拜 就肯定是 就是全部 亏光 所以我不给他 我不给他 他不是因为我爱他 我不给他 是我知道他还没达标 他还不成熟 到他时候成熟 我能够把这两百万给他 他能够 一透过这两百万 伸出那五百万的时候 我就能够给他 你反而是一样的 为了阿爸父神也是如此的 他不是不给我们 他是爱我们 一起来说 神爱我们 神同样的爱我们这个教 我们这个教会 可是我们这个教 我们这个教 要准备好来 领取 阿们 若我们还是存有冒犯的话 你说我们准备好领取了吗 所以各位 愿神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若我们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当中还有任何一丝的冒犯的话 这些话后 这些话后 赶快就把他处理掉 不是开玩笑的 这些话后赶快就收拾掉 阿们 若你 知道 若你记得你曾经冒犯文我人 这些话后就看他说对不起文我人 文我弟兄公公公姐妹 我那天说了那句话 可能伤害了你 我现在曾经跟你道歉 你也要选择饶恕他 你不要说这是第八次我不饶恕你 你明白是吗 你要饶恕他 各位 我们不得不被提醒 这几个字的主题 英勤不懒惰 火热不世主 英勤不懒惰 就是要扩展扩大他的江土 他的家 明白是吗 不当然是这个这样扩大 在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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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 可是在这个扩大的过程 我们要准备好 其中这一环 不被冒犯 不必要的冒犯 清除掉 清理掉 我们就打掉 我们就成熟 神就会把那五百 不但是一个五百 两个五百三个五百 这样给大家 阿们 下一个 下一个 第三个 敌法 要谨慎的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又说 石后尽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所以这第三个谨慎 前面两个 第一个是所谓的 这个贪婪 第二个是这个冒犯 第三 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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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开始说说 现在YouTube啊 现在网络上 到处你都可以 随时随地很 很很容易 你都能够收到这些 很多信息 各位 小心一点 最好出信徒 最好出信徒 你选择看什么 你选择收听什么 跟你的长辈们 跟你的牧者们 商量神 请问 这某某某讲员 是不是 我可以听一听的啊 因为你知道 我们刚刚圣主 我们不知道 哪位 或者哪一般 是属于 什么样的神学 是正确 还是不完全正确的 我们要小心 所以这第三个地方 就是 地方假限制 假限制来 迷惑 诱惑我们 下一个 第四个地方 就是 肉依私利 当地方 你们要谨慎 恐怕 因贪食 醉酒 并精神的私利 勒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 就如网罗 忽然临到 所以第四个地方 在我们在这整个 前进扩大 殷勤火热 服侍主的当儿 我们要提防贪婪 我们要提防 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要提防 假限制 我们要提防 我们自己 不要抱我 抱我吃 不要整天就是 不飞 不飞 明白还是吗 不要整天就是 过着 我今天该吃什么 该喝什么 不要聚会 聚会还没接触前 就私下 在那边说 等着去哪里吃 等着去哪里吃 你刚刚说 等着在楼上 不能吃 不好意思 你知道吃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我不说吃什么不好 好好地享受一顿美食是应当好不好 可是不要 因着这许许多多的 好喝 好玩 好吃 而 如果 可以更新 可以更新 所以今年 这一个 一群火热服饰组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功夫 这个工作 你只剩下 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好好地去完成它 好没吗 所以你悲观的 啊 只剩下三个月啊 你乐观的话 哇 还有三个月 看你选择哪个观点 我告诉你 乐观一点 哇 还有三个月 三个月好好的 做传道的 做传道的 当然 准备好 你会遇到困难 你会遇到蓝主 可是你就要知道 不是靠我的 柴火 不是靠我的实力 不是靠我的才看 不是靠我的 有多聪明 乃是靠耶和火 乃是靠耶和火的灵 方能成事 所以各位 凡事 忍耐 做主的经病 没传福音 丹素 苦 这整个过程 我们在破道 这整个过程 我们在被加添 这整个过程 神继续地祝福我们 我们要被提 提醒 当提防 四大解释 第一 尤其是 手中掌握着 某种程度全病的 谨慎之手 不要看 第二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不管你是老的 少的 年长的年幼的 肥的矮的高的 瘦的都好 这是一律 全部都要好好地来被提醒 选择饶恕 无冒犯 第三 所有的弟兄姐妹 尤其是初信徒 小心一点 严防假冒的假先知 严防假冒 免受迷惑 最后 尤其是那些 特别爱吃吃喝喝的 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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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 不是说有什么不好 吃吃喝喝 我们应该要吃药 好不好 啊 你们又只来只去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指别人吗 被指的也没有被冒犯 被冒犯 被冒犯 我告诉你 开玩笑 不会开玩笑 真的啊 不要 把世界的吃吃喝喝 摆在神思上 若你 失利 吃吃喝喝是一回事 心里的忧虑 若你把它摆在神之上 那也是一个恐怕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神知道 交给他吧 你不能控制的 你当然交给他 你能控制的 你更要交给他 因为你能够控制的 你不学习交给他 那就是交 明白吗 不能控制的交给他 很容易 我能够 控制明天没有冤牌吗 我不能控制 所以交给他 可是我能控制的 我今天该吃干喝什么 我能控制出伤 若我能够把这个交给他的话 那我真的才是到尾 各位 时间 不多 保罗 最后 以重心肠的 天罗太后书 时间不多 他说我出来 我们单单抽这一句 被提醒 三大解释 做主的精兵 传福音 做主的精兵 苦难 反主再大 继续的做 做主的精兵 好好的 援手 自 反 不备入化 好不好 这个时刻 我们一起站起来为神 是的 主耶稣 基督我们谢谢你 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语 来提醒了我们 我们为神来感恩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意向 就是你要来告诉我们 你已经告诉我们 这扩大的意向 这扩张的意向 主啊 然后教会自己的扩张 不单单只是 硬件 场地的扩张 更是我们心灵 首先要被扩张 准备好 所以这个时刻 你来准备我们所有 树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 首先扩张我们 让我们做好 让我们被你准备好 让我们被你 一一的被你来准备好 来迎接 你新一波的浪潮 所以主耶稣基督 这个时刻 我们每个人 站在你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开身的 来向耶稣基督 来向神祷告 首先 为着我们自己 个人的扩张 来祷告 这扩张 的拦阻之一 就是任何的冒犯 任何的不饶住 这个时刻 我们内心里头 还有这一时的话 哦 像神说 饶住我 像神说 我 劫志 不再被冒犯 扩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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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神的家 甚至自体都被扩张 我们各自的开身的来祷告 我们各自的开身的来祷告 然后 自己再次向神为生 来的这三个月份 就是我们 能够能够今天 能够领受的话语 我们就知道 神已经 为我们 附上了一些代价 祂 祂为我们拯救了 整体好的救赎 然后 所以我们带领我们 所以这三个月 我们渴望 就要能够做 传道的一个生命 能够感受这苦难 我们能够更进行之力 祂我们谢谢你 我们也为祢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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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年轻为我们 正确着一切 我们想到 有时候说的 祂我们要愿意 祂传道 我们来不以福音为止 我们知道 如今不在什么活着 而是耶稣祢在我们的活着 我们如今在肉生活 真的是因生生而生活 祂祢是爱我们 为我们舍弃的主 使得主我们 谢谢祢 我们赞美祢 祂让我们心中将好是什么 好不好 你自己来祷告 把握机会 在这来临的时候 开始的祷告 开始要积极的 为年轻的朋友 也同时让我们来祷告 老师在来临的 所有的圣诞节 所有的趣味 我们能够积极把人带来 我们看他们被杀 总被收割 看神的机会 听到的 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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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的救助 为我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 耶稣基督 是你扶我 产生罪恶 是我的自由 耶稣基督 我的救助 为我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是你扶我 产生罪恶 是我的自由 我已基督 我已基督 同平十字架 如今不再是我 活着 但是基督 在我 里面活着 我要为了 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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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 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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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家 坐静 孤寂兵 不在家 穿搖 祝福燕 不在家 直到 祝在来 我一起 又到你身上 我一起 要把自己的双双位 都是神家 不经你 是我活生 乃是基督 带我 离别活生 我要为爱 我的祝福 不在家 不在家 设计在水中 不在家 坐静 孤寂兵 不在家 穿搖 祝福燕 不在家 直到 祝在来 不在家 设计跟随主 不在家 坐基督行兵 不在家 穿搖 祝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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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福燕 不在家 穿搖 祝福燕 是一分钱 都不需要给他的爱心奉献 他完全献上 如果人家叫他去 的话 有人也讲 一次要两万块 所以他是长期要信我万千 已经会吃你了 但是它说 不要给我任何的爱心奉献 我为耶稣多种 hecho 来传扬此给 然后这个JKF的老板 他们那个的祭餐 其实一个人要60块 那个食物的费用是60块 但是他其实一样 他知道这是他的 这个干妈也因素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他愿意给我们 只是祭餐一个人25块 这也是一个为了福音 神的荣耀的做事 还有弟兄姐妹 谢谢主 我们不知在把什么让我们都叫 忍受苦难 忍受那个臭豆腐 忍受那个农农农农农农 然后现在上帝给我们一个 很奇妙的事情的带领 再来日子我们将会在一个火锅店 他的老板愿意给我们 一项给我们做 唱诗歌见证的祝道 哈利路亚 我们把他们的声音 好 重要的是这个杰克贝 这个高级的杰克贝 他的老板 就是斯加坡双肩至尊的这个导演 当然他曾经是耶稣 只是暂时的演员 所以我们要借个这样的机会 把福音在这带领 他也告诉我们 他愿意给我们 可以来他的杰克贝 来做这个唱诗歌 然后服事当中的人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这样示范到 他们能够忍耐着神的福音 神就开更多这个腹外 进入人群的杀种收割的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 来一个圣诞节我们总共 他也讲14场的步道会要办 在本地或者在教会 整理山后就生吴乐阵 还有在户外有8场的步道会 然后也有这间百货公司 还有我们的大型的小伴中心 还有古来这百货公司 还有整理山有户外的这个大帐篷的步道 还有我们也会带着个团队 带8号的马口 有3场的步道会 这总共是差不多整14场 好 来一下 各位跟一位说 你要便宜请前面 好 给听忍受苦难 可以让我自己要的阿们 我设计我的很喜乐 好 现在那一部诗经 开始在某个面唱歌 开始在那边 然后来一个姐妹 神把他带来看是非常棒的一个祭拜者 神把他带来我们当中一起来 有诗歌 有我们的生命 有我们的爱 要赵建伦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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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唱过 我们是古代家 阿们 来一下 阿们 来一下 阿们 来一下 世道阿弥陀佛 不代价设计人随处 不代价坐进独行灵 不代价穿阳祝福利 不代价设计人随处 不代价设计人随处 太阳奥祝福利 好 请继续的双手 我们请宋徒师为大家做进入的祷告 祷告过后呢 我们结束祭会过后 如果你认为病痛的需要 或者你觉得你需要被俯师祷告 你会来到祈福 这是我们继续收到祈福师 还有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 是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祢今天事项多话 祢提醒我们 是的主啊 做祢的精兵 做传福云的工作 做传福云的活出 传福云的功夫 不怕苦难护伤代价 勇往之前 平着祢靠着祢 顺着祢 跟着祢 入神来勇往之前 主啊 更保守我们的心 生活保守一切 是的主啊 让我们在真正过程 谦卑不加好 没有我们的麻烦 但只有主啊 以天国的指引来请救 所以主啊 在这个时刻 我们就在我们离弃的时候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恩典 圣灵的反抗 伴随着我们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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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